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朋友听到这段对话 马上想到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女儿的话虽然听起来天真 但也提醒了我朋友 她是不是也深信神为她的儿女 早就预备了美好的事 而且一定会出现呢 所以即使还没有看见 她是否仍然可以先感谢神 先有喜乐来度过每一天呢 如果你听了我朋友的感触 你也有些感想 请也告诉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